第一次的拍康 在台灣辦的第一次拍康 下午的演講馬上就要開始 首先今天下午的前三位的演講者 都是跟一些專業領域的運用 有很大的關係的介紹 首先第一位演講者是鄧東坡 他會為我們介紹 Python跟GIS應用的關聯性 那我們先掌聲歡迎 謝謝主持人的介紹 這是我第一次在Programming的場合做報告 那因為我本身在 其實就在中文院 那也算是地主之一 那所以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我的背景 為什麼會說我是第一次在這種場合報告 事實上我是一個GIS領域的研究人員 那我在中文院資訊所工作 他同時也是博受選人 就是荷蘭的一家學校叫做 以前名字比較響亮叫ITC 那如果是做GIS的人 大致上都會聽過這樣的學校 那所以呢 我的專業領域裡面就是GIS 那我不是從這個Programmer出生的人 那我兩個很重要的身份 一個是OSGio的初始會員 就是Open Source的Gio Spatial的初始會員 台灣的部分 然後還有這個OpenStreet Map 台灣的部分 那這兩個工作都是在社群方面 比較 我比較著重的地方 那所以呢 我的角度會從 Python在GIS界發酵所發生的事情 而不是從Programmer的角度去看這樣的事情 我會告訴你說 Python在GIS領域裡面起了什麼樣的作用 然後帶給我們什麼東西 所以呢 我相信很多人或許知道什麼是GIS 或許不知道什麼 我們用簡單的一些開場來介紹什麼是GIS 然後為什麼GIS要用使用Python 然後Python幫的這個 主要的這些Gio Spatial Library 有哪些東西 然後呢 還有哪些Desktop的GIS 用了Python的Library 那當然呢 還有這個Web Application 或是Web Framework Geo Spatial Web Framework 在Python方面的有哪些 那當然我們就會介紹這個Geo Drangle的部分 那我們只會 Demonstrate一個簡單的樣子 那深入的地方 事實上瑪爾其實在這個社群網上 上面已經開始陸陸續續的 有一些事情公布 釋出來 那首先開始呢 我想了解一下 有多少人不知道GIS OK OK 所以還是有人不知道什麼是GIS 我現在我今天講的GIS 三個字呢 是代表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 我講的是系統 那當然有些人講GIS呢 包含了Geography Information Science 或是 這是科學領域裡面會講到這些 但是我們今天講的就是System的部分 就是系統的部分 那這個系統到底用來幹嘛呢 這系統呢用來 這系統的定義大致上呢 我們會朝向於說它是整個軟體硬體跟這個資料呢 對於如何來分析 視覺化地理資料 那同時呢 也使人呢 使我們人呢 可以使用一些方法呢 來瞭解這個空間資訊 它的關係跟它的這個一些模式 那這樣子的系統呢 我們就把它稱為GIS 這是一個非常廣泛的一個定義啦 那因為呢地理資料也相當廣泛 有些謠傳啊說所有的資料裡面呢 大概80%以上呢都包含的都是地理資料 那為什麼有這樣的謠傳就是說 那不是謠傳 就是一個沒有根據的一個統計啦 那所有地理資訊裡面呢 只要跟地點會連接上關係的 我們就把它稱為地理資訊 比如說一個網頁裡面包含的地址 那你在手機裡面傳出去的這些資料 如果你的手機呢 含有這個GPS的點位資料 含著傳出去的話 那那些資料全部都是地理資訊 那所以地理資訊管的範圍就相當大 那只是很多人不曉得 真正的地理資訊呢 到底在做些什麼事情 那地理資訊裡面呢 當然包含包羅萬象啦 裡面做的東西非常多 但我們今天討論不是這個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說 Python呢到底 在這個GIS裡面扮演的什麼角色 那字有點小 那為什麼GeoSpecial Domain呢 就是地理資訊的領域裡面呢 要使用Python 我剛剛講了 我是我同時也在荷蘭念博士班 那我們的我們學校的碩士 我們系上我們學校的碩士班學生 要求的規格就是說 他們一定要會Python 這很奇怪的要求 要會Python 不是學其他語言 不是PHP也不是Java 但是要會Python 那我們學校學生的成員呢 都是皮膚比較深的 比人是比較白的比較少 就是大部分從非洲國家 東南亞國家 過來的學生比較多 那他們呢 都會被要求學會Python 那為什麼會選Python 就是因為它簡單 它比較容易學 對於那個Lecture來講 對於講師來講 也比較容易教 那Core呢 是可以被讀得懂的 那它呢可以跟C跟JavaLibrary 可以互動 那同時呢 它有很多已存在的module 跟這個package 可以被這個地理資訊 資訊在分析的時候所使用 那比如說這個 我們在做這個地圖的視覺化 就我只能把地圖呈現出來 放在網頁 或是放在一個desktop的環境裡面 和database的處理 GioSpecial Database的處理 還有這個webserver上面的處理 這些都已經有一些既有的套件 可以去做這樣的事情 那所以呢 使用起來就非常方便 那這也導致說 在以前的 OpenSource Geospatial的領域 這個domain裡面呢 本來是有兩大組群 就是Java跟C++ 那現在呢 就Python就一軍突起了 多佔了一塊領域出來 那從這個過程裡面 就可以了解說 它的這個意境突起一定有它的原因存在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一下說 Geospatial裡面呢 會用到哪一些task 所以呢會用到Python 那在Geospatial的領域裡面呢 這是一個demo的畫面 在Geospatial的領域裡面呢 不外乎呢就有三種不一樣的 想要達成的任務啦 第一個比如說呢 我們要把你所拿到的資料呢 要把它放在地圖上面 那很簡單 其實在GIS的領域裡面的術語叫overlap 就是把它套疊在地圖上面去 那現在新的術語叫vigualization geovigualization 就是呢 怎麼樣把它地理視覺化 聽起來好像比較學術一點 這是名詞的包裝而已 那這張圖呢 看起來好像那個鬼畫服的東西呢 事實上就是這個GPS 就是拿的GPS出去鬼畫服啦 那這個底下這個地點呢 是這個圖尼西亞的圖尼斯 那時間點就在那個圖尼斯呢 要發生茉莉革命的前一個禮拜 那這個是本人 我們自己 我們真的去到那邊然後走下來的路線 所以才覺得 反而有意思就是說 我們這個紀錄完之後的一個禮拜之後呢 當我們要離開的時候 茉莉革命發生了 那其實我們在圖尼斯的一個禮拜裡面 並沒有感受到這樣緊張的氣氛 可是回來之後看到新聞 我們反而比較緊張 這是一個時空上面的一個錯亂 那這是一個geovigualization 那再來呢 很多時候在學術領域裡面 常常要用到的是一個分析 那譬如說我們聽到核二廠的螺絲鬆動了 我們就想到說核二廠爆炸之後呢 我們會影響到多少人 我現在要講的是影響到多少人 影響到多少人這件事情 我們必須要有幾個東西 就是核二廠爆炸影響多大的範圍 這個範圍裡面呢 有多少人居住在這個範圍裡面 那這樣的分析過程裡面 就必須要先取得一個 核二廠爆炸之後的 比如說20公里範圍 比如說以這個福島核能電廠爆炸的範圍來講 就是20公里以上 那20公里裡面呢會包含多少 其實呢這個北部的這個台北呢 大概都會包含在裡面 如果你去看的話 那這是一個基本的 很基本的一個 Geo-Special Analysis的一個範例 另外一個在Web-200風行之後的 一個很大的議題是怎麼樣做Mesh-up 那下面這張圖就是Housing.com 那就是一個就是很典型 一個Web-200的典範就是 從Crocklist裡面 從這個分類廣告的租屋資訊裡面 把這個地點呢 住址自動轉成SY 然後放在Google Map上面 我覺得這不是新聞 可是在10年前或是更早之前 它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一個 一個網站 那現在當然不是很稀奇 不外乎呢 大致上就有這三個東西 那這三個東西裡面呢 就會用到幾個 我們把它整理起來 大概就會用到這些 這些內部的核心元件 比如說比較數學的 Mathematical的 就是解析幾何 比如說這個平面幾何 就OgD的幾何是平面幾何的部分 那為什麼要用這個 因為我們要去算距離 算這個兩個幾何物件之間的 有沒有碰觸到 有沒有交集這些東西 就是必須要透過平面解析幾何的 遠算方式才能夠得到 那另外就是這個 computing graph 或comput graph的這個原理 就是我們要怎麼把這些 解析幾何物件呢 呈現在電腦的螢幕上面 這是另外一門學問 再來是database 就是geo database裡面 無論是MySQL或是PostgreSQL 尤其是PostgreSQL 都有geospatial的套件 如果有玩database你都知道 那為什麼要多用了一個geospatial的套件 就是因為地理資料本身跟一般的資料 它的性質不太一樣 所以它必須要有一個不一樣的套件 比如說你在做這個搜尋的過程裡面 它用的鎖影就不一樣 就我下面所講的就是這個general search tree 它的search方法可能就不大一樣 那基本上地理資料我們把它分成兩大類 就是這個圖的這一邊 我看到一個是vator一個raster vator就是一個向量式的資料 就用點來控制就是點線面構成 那raster就是你把它想成 所有的圖片都是raster 就是你看到JPEG、PNG這些TIFF都是raster 就是每一格每一格影像裡面儲存的一個值在這裡 就是raster 那地理資料的使用方法就透過這兩個方式來做呈現 基本上 那它所使用的套件裡面呢 剛剛我們講的這麼多task裡面 要涉及到這麼多事情裡面呢 基本上關於到python的部分呢 就使用了這些套件 第一個非常有名叫GDEL跟OGR 我相信很多人如果有碰觸到這個跟地理資訊有關係 一定會用到這兩個這個套件 那再來呢就是這個處理這個地球投影 就是project4或是在這個python裡面叫pyproject 那也有處理這個geospatial的這個運算的 譬如說shapley 那還有這個visualize這個視覺化地理資料的 就maplink maplink呢是目前來講還蠻紅的一個 一個以python為主的一個視覺化工具 因為呢openstreetmap用了它 所以很多人知道 好那GDEL到底在做什麼喔 GDEL其實呢它很簡單喔 它是一個處理我們剛剛講的地理資料兩種 一個是veta一個是raster 它就是專門處理raster的資料 這個範例裡面告訴你一件事情 就是說怎麼樣把一個高層資料就是呢 如果你把這個地形喔 的地貌看成這個樂高玩具喔 一格一格這樣組起來的等不同高度的話 它就是一格一格去讀取 一欄一行一行的讀取這樣的資料 然後把資料塞進去這個 塞進去這個contract這個 這個class呢去把它顯現出來 就是GDEL最基本上的處理方法 這是處理raster的資料 那veta的資料呢 就大部分是ogr來做處理 那ogr的部分其實呢就是把 所有的資料化成點線面資料 跟一個attribution就是呢 所謂attribution就是告訴你 這個點呢是什麼名字 或者這個點呢代表的是什麼意思 比如說這個點 現在這個building呢是人文社會科學館 那人文社會科學館呢是它的名字 可是它的這個空間範圍呢 可能就是一個多邊形 來表示這個建築 那所有的資料呢化成這樣的資料的處理方式呢 都用ogr的方式來做處理 那因為地球是一個原體 地球是一個原體呢 而且每個國家所在的緯度是不一樣的 比如說我們的緯度比較低 大概23度左右 那比如荷蘭是52度左右 那這兩個國家所使用的投影方式呢 就會不一樣 所以呢每個國家所使用的投影方式不一樣的時候呢 就會產生說 如果你要把它顯示在同一個頁面的時候 就會產生一個要轉換的問題 那project4或是這個pyproject呢 它做的事情呢就是在做這些事情 就是幫你把這樣子不同 不一樣的這個投影方式 所定義的投影方式呢轉換 那這個案例裡面呢其實只是介紹 從這個utm 17區的utm呢把它轉成這個 把它轉成這個longitude 就是把它轉成近緯度坐標 那轉一轉成近緯度坐標 就會跟你這個在google map看到的這個 坐標顯示方式就會一樣的 那這就是一個坐標轉換的方式 那shepard呢其實呢它背後用的東西呢 就是這個geos geos這個套件呢事實上本來就有的 就是說它本來就是用來處理這個 處理這個 幾何物件它本身的關係 比如說它有沒有相交啊 有沒有接觸在一起啊 它的buffer是怎麼樣啊 那python 這個python這邊呢就把它做一個bunding呢 就叫shepard 那這個投影片上面的這個範例呢 是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現在一個圓跟一個正方形 我要求得這個 現在顏色比較深的四分之一的這個 四分之一的這個圓 那求得方法呢就上面的這個sauce code 所顯示出來的部分 那圖而言這邊就知道說 這個geos裡面包含的套件就是在處理 上面大概八種這種不一樣的 我們講geo object 或是geometry object 就是集合物件 包含的線點線面 跟這個多的比較複雜的這個點線面關係 好 那maplink呢就是另外一個 目前用來做這個地理資料顯示 就是尤其在網頁上面一個網頁上 一個蠻有名的一個套件 或是一個toolkit 那它基本上其實是用c++寫的 可是呢它外面包 外面是包的像python 所以你又可以用python的code去控制這個 地理資料在圖形上面的顯示 那opentremap呢把它用 把它呢跟這個 這個apache web server的module 叫做model tile 弄在一起 然後叫做 就是把它變成一個sleep map 那這個是一個 就是說 就是為什麼在osn裡面做顯示 就是特製化在osn做顯示的一個 一個比較特殊的做法方式 那如果你本身沒有那麼多要求的話 事實上很簡單的就是說 怎麼樣從這個一個 一個你拿到地理資料 然後你要把它變成一個圖形化顯示 很簡單的方式就是把它漏進來之後呢 透過它的一些code 就是說simplize 然後顏色的設定 你就可以把這樣的資料顯示出來 這是台灣的鄉鎮圖 這個解析度的關係 所以你看不到裡面的線了 裡面本來有很多白線 就是村里圖 那這是比較核心的部分 就是說比較核心的python library的部分 那這些部分是在很多開發者 常常會使用到的部分 可是對不是開發者來講呢 他用的GIS呢 其實就是這個desktop的GIS 那很多人喔 尤其是台灣 在講GIS的時候 他只知道GIS system 他只知道系統 他不知道GIS的這個科學跟原理 那最多人講GIS的時候 都會指到這個 你們的右 你們的左邊這一套叫 叫ArcGIS 他是一個商業化軟體 那背後的公司叫做 E3 也是最大的這個GIS軟體商 那相對於他的呢 是這個quantumGIS 是QGIS 他是一個open source 那很巧的是 這兩套系統裡面 都用了這個python 但是用法呢 事實上呢 有點不一樣 那我們先過來看這個 commercial 的部分 因為他的使用者 其實相當多 試占率也相當高 所以他是一個 很有趣的一個範例 在這個E3的環境裡面呢 最早的軟體叫ArcGIS 4 也就是各位的左邊的部分 有一個ArcGIS 4 他最早使用的scripting language 叫做AML 就Arc Macro Language 我相信這裡應該沒有人會吧 如果你會的話 不但年紀比我還要大 而且我還要 可能就是我長輩幾的這樣子 因為呢 這是早我20年出現的東西 那這套軟體呢 後來慢慢的演進 演進變成了這個 E3慢慢的把它改進 變成一個視窗化的環境 因為Windows 3.1的關係 然後變成ArcView ArcView 3.x 就是跟隨著這個Windows的發展 那他也用Screen Language 那之後的Screen Language 叫做Avenue 上面寫的Avenue 那後來呢 整個環境 大環境開始慢慢的改善 這個電腦越來越好 網路越來越把倒 所以呢 就有了一個叫做 就開始這個軟體變成一個 改了名字也改了包裝 也改了裡面很多內容 叫做ArcGIS 那這ArcGIS呢 最早的版本 8.x 剛從3.x 轉成8.x的版本裡面呢 所使用的Screen Language 是VBA 那後來到9.0之後呢 開始有人在complain它 然後呢 開始有人用Python的方式去 控制這個ArcGIS 開始有人自己在後面 後面搞 然後呢 這個總公司之後 就是E3的總公司 後來受不了 慢慢的也朝向Python走 後來到10.0的時候 完全把Python呢 納到它的 本身的核心的一個架構裡面去 但是它有改做一些東西 也就是說呢 它的這個 你背後的內容呢 並不是完完全全的 就是用Python 而是用了 它自己研發的 自己 自己在這個 客製化的一些東西 那所以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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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Package 就是叫做Arcpy 那Arcpy 那Arcpy基本上呢 包含了三個部分 就是 第一個部分呢 是Mapping Module 第二部分是 Special Analysis Module 第三部分是 Geo Statistic Module 那這三個部分 其實就是 在地理資訊的處理裡面 會用到最多的三個部分 那 你透過這三個部分呢 可以控制ArcGIS裡面 所有的component 就是它所有的function跟class 那 這個就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做法啦 那 因為這個ArcEastry 只限用在Window 那其實我們昨天裝的這個軟體 裝的非常的辛苦這樣子 因為呢它就是 就是Window 沒有什麼好講的 就是所以呢 對我來講非常辛苦 那做了一些demo啦 那demo裡面就是 我現在有這個地理資料 這個地理資料是彰化室裡面呢 所有的塗層 比如說有道路塗層 有鐵路塗層 有這個地名的塗層 碟灰塗層 就在左邊這邊 可以看到很多的塗層 那我要做一件事情 是說我要了解說 我現在漏進來這些塗層裡面呢 我要檢查這些塗層 到底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如果用人工去檢查呢 事實上是非常費力的 那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自己透過Arcpy 寫了一個比較簡單的一個 透過這個mapping module 寫了一個比較簡單的一個 一個check的程式呢 去了解說 我現在漏進來的塗層裡面 到底有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那就跟我講OK 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example 那你也可以在這個寫的過程裡面呢 就是你必須要把你寫的這個python 漏進去它的這個tool key裡面 它有一個Arc tool key 你要必須把Loggin它的tool key裡面 才有辦法運作 所以你在這個ArcGIS之外的這個環境裡面 你並沒有辦法去控制ArcGIS 你只有在它裡面才有辦法做 那所以呢透過這樣的方式呢 你就可以去確認它 寫一個很簡單的一個確認方式 最後跟你講說 Loggin這些塗層都沒有問題 這是一個簡單的一個測試 那python在quantum GIS呢 事實上它的這個progging裡面呢 就有一個console 那透過這個console呢 可以做很多事情 那因為quantum GIS是open source 所以它對於python之間的這個bridging 就是說這個橋樑呢 就會比較容易一點 比較容易溝通一點 比如說我只要在它的console裡面呢 我想要知道我這個圖層裡面 隨便取了某一個geometry 來取出來這個geometry呢 跟我講這個面積有多大 然後可以告訴我這個面積有多大 甚至我可以透過這個geometry呢 去算這個緩衝區 也就是buffer有多大 然後再來比較這個面積 那透過這樣子很簡單的一個層次呢 我就可以去控制 在我這個所取得到的這些geo information裡面 所有的資訊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操作啦 只是示範給各位看 那還有一個被指派一定要講的這個geo jungle 其實這部分呢是馬兒做的 馬兒我就不用多介紹 在這邊的人大部分都認識馬兒 不一定認識我 但是呢我是被馬兒指派來這邊講的 我必須爆料一下 好那geo jungle的部分呢 事實上是馬兒實作啦 馬兒馬兒實作出來說這個整個環境 那背後環境裡面在底層的部分 事實上我也都已經介紹過了 就是這位的左邊的部分 跟他所包含的這個geo spatial database的部分 那他geo jungle部分的前端呢 可以透過很多formal的顯示出來 比如說透過WKDGML KML這些資料呢 再透過open layer的方式呢 把地圖顯示出來 那他的實作呢非常有趣喔 他昨天晚上跟我講 我實作出來了 我們做了一個東西叫做 Word Bounder 這個Word Bounder 我想說Word Bounder到底要幹嘛 就是讓我加boundary 那意思是說 我可以自己宣告我自己的領土就對了 所以呢 所以我就宣告了一個領土叫釣魚台 這很小看不到齁 我就宣告了一個領土叫釣魚台 我自己嗨也好 這不是開玩笑喔 因為我自己是open street map的社群 那我們跟日本之間的釣魚台事實上有爭議的 那其實open street map在處理這領土有爭議的地方 非常的低調 也就是說大家各自把自己的名字標上去 大家都不要講這件事情這樣子 但是呢 中國這邊就不能來標台灣說是他們的 因為他一標的話呢 所有的社群都會翻臉這樣子 所以這是一個社群 這個grass roots 草根性社群的一個好處 那我標了一個叫釣魚台 那這個實作的意義我相信就是在於說 我怎麼樣透過這樣的平台呢 去把geo-spatial option把它加進去 然後存在背後database裡面來 那這是一個web framework的一個實作的樣子 那我們可以其實也可以來看一下真正的 抱歉 看一下真正的樣子 看來我還有三分鐘 我相信還是要秀一下 這個馬兒的昨天辛苦的成果才有那個價值這樣子 好各位可以看到這個釣魚台是我家的 可以看到說裡面呢它就會有一些 我相信這些應該是本來預設這個範例的一些必要田的一個方式 就可以填入說這些國家裡面需要的一些基本資訊 那地理資訊基本上就是有一個幾何物件 然後加上很多的這個屬性資料 那上面這些就是屬性資料 那下面這部分呢就是我們所加的幾何資訊 那就是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實作的樣子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馬兒所加的這個台灣 我也沒看過它怎麼加的 它的台灣領土顯然大很多 其實我們比較希望連那個菲律賓都包含進去這樣子 好 最後呢我想做一些remark 就是說現在有一些 現在越來越多的python的library 用在這個geospatial的這個目的 應用的目的上面 那這是好事 就是說對我們 至少對我來講 會省掉我很多麻煩 過去呢我們必須要找很多 花很多時間找很多 為解決一些事情 找花很多時間找這些library 那現在呢如果透過python呢 我可以減少這些工作 再來呢 python其實一直在增加它在geospatial domain的一個價值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python其實 我比較傾向於把它定位成 它是一個geospatial 就地理從業人員 專家跟這個programmer的一個橋樑 那 python會不會把整個gis介持下來呢 我不曉得 它有一句話叫做讓我們看下去 我曉得 好 簡單介紹到這邊 那很籠統的介紹 那如果各位有更 有更多事情想要繼續討論的話 可以email給我 就是現在現場可以提問 謝謝 不知道現場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開放一個問題 好 有沒有 如果暫時沒有的話 我們沒有 喂 喂 不好意思 我想我想 因為我們都出 我是GIS初學者 那如果我們想要做一些 不要那個 在web上面比較簡單的操作 像是兩個晶圍度之間換算 就是換算 就是距離 或是說 那個就是 我想知道說 這個 我想知道說 這個polygon 它是不是 跟那個 另一個polygon有相交化 那有沒有什麼 一些比較basic的 那個library 然後可以 可以給我們當作一些 那個reference 其實我剛剛 我剛剛講到了 就是 Sheppery呢 其實就是一個 就是 就是可以回答你的方式 那我在 我這個 照這案例裡面 是在算 其實是在算相交 是在算兩個polygon的相交 這個是一個polygon 就是 下面的正方 左上角正方形是一個polygon 圓形是一個polygon 然後呢 這兩個polygon所交的面積 是一個四分之一圓形 那 通過這樣子的方式 你就可以知道說 這兩個polygon所相交的面積多大 那 shippery呢 它本身就可以提供 提供你這樣子的 的 需求啦 那如果你喜歡更多的話 你就 你就可以 到底層的gios去看 因為gios被用到很 它本身是 它本身有被用到java 又被用到c++ 所以呢 它是一非常底層的library 這個 有沒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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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